好了 那我们既然已经做好了网站登录 下一件事情 我觉得应该要稍微行销一下 自己的网站 什么叫自己的网站呢 例如说 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 假设我现在我去预览 我总要发布出去嘛 我等一下 我宣传出去 不会是今天上课这一个 我会以 这一个网站来当作是我的一个宣传 这边有一个电脑教室 您看一下我这边是不是网站分析 一定会有埋一个GA 好 我等一下我是宣传这个网站 因为这个网站才是真实的 那其他都是只是为了教学 你看哦 在这个地方 这都是电脑自动创造出来的哦 有首页有讲师介绍之类的 那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就是说这个 这个发布嘛 对不对 刚刚有讲这个发布 设定里面有这个网址 可是这个网址你会不会觉得太长了 太长 我现在讲的有点像题外话了 如何宣传网站 可以吗 可是不讲 你们要是没有宣传 别人像刚刚介绍网站登录也是宣传必交的 其实讲到最后很像在教那个数位行销 就是现在网路上有很多人就是希望透过数位行销的方式 能去把自己成功的介绍出去 我现在复制这个网址 然后接下来 我再打开一个新的 例如说 Google 短网址 这个Google短网址点它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我去贴上 我是不是就把高约网址贴过来了 然后接下来 Shilton Shilton就是缩短变较短的URL 这个就是URL 就是短网址 它这边就变成GOO.GL 大家都一样 就是HTTPS 冒号斜线斜线 GOO.GL 斜线 这边有看到VQTFGF 这个还不错 这个还不错 我先把它复制起来 复制 好 你看 如果你不满意 如果你不满意 就关掉 然后呢 再贴上 对不起 刚刚那个网址 我先把 因为我觉得刚刚那个网址已经不错了 我先把它记下来好了 我记在我的记事本 我先记在这一页 一下好了 短网址 好 例如说 例如说我现在再去重新创造一个短网址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有大写 有小写 有阿拉伯素 这样最不好 我建议各位 我建议各位 就是说 如果你要花钱 它可以全部都是大写 或全部都是小写 就是去买那个网址 可是我们 那个 就是 刻苦 就是我们没有花那么多钱的话 那你就多试几次 举例来说这个不喜欢 我就再贴上 然后shorting UIL 这个有小写有大写 好不要 继续再做 多做几次 试到你自己满意为止 就是 我只能接受 例如说大小写 我到时候 我只要特别讲说 这个字母是小写 其他都是大写 这样的话 避免别人打错字 因为打错大小写 对不起 网址就进不去了 可以了解 这个是短网址 您看一下 我现在如果 用这一个 用这一个 我就直接看一个 新的网页 直接输入 输入 刚刚创造出来 这个短网址 Enter 你看是不是照样进来 孙在阳电脑教室 好 提用该门参考一下 这是短网址 但是这种行销方式 落伍了 因为 你请别人 背一些东西 寄一些东西 不好 你看 我是不是 在我的 这个地方 在我这个地方 我只是希望别人 什么 固执贴上 我是用这种方式 来去做行销 你不可能 奢望别人背起来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 就是把很长的网址 现在有没有缩短了 有缩短了吗 我没有码